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这一节依然是问题环节 欢迎大家以电话或电邮认识提问股票问题 夜线电话多次 204-6566 电邮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我身边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事务总监 郭司智国水旁边 郭先生 你好 好 我跟你跟进一下电邮方面 电话方面的问题 电邮方面已经接通了 有嘉宁观众的电话旁边 看看电话方面有什么问 嘉宁观众 你好 喂 早晨 早晨 听到吴小姐是吗 是的 是 好 请讲 我想问 我现在没有课 想问636 嘉宁国际 是 嘉宁国际还是嘉宁物楼 636是吗 是 嘉宁物楼 152 就是深圳国际 是 是 华南城 这三个哪个好些 好 见到嘉宁物楼636 现时来说做12.6 在升超过百分之一 另外 深圳国际152 暂时来说做11.6 见到股价 都是向上升的势头 今天稍微有少少回调 现在跌不超过百分之0.5 另外一只1668 華南城 两个假日后公布业绩 最后的股价 抽升之后有少少回调 今天跌超过百分之一 做4.06 嘉宁观众三只都没有负 想三选一 或者其他更好的选择 郭sir 你怎么看这三只股份 其实物楼在内地市场的需求 是大得很紧要的 我自己觉得 你选择物楼的股份 作一个中线的部署 其实问题就不大 我觉得三只当中 不妨留意下那只152 因为早前配股价是11元 现在是11.6 其实来说 相对来说 股价也不算太高 不过这只股份 在未十合一之前 股价长期都低迷 如果你持有它 可能市场上升1000 又不关你事 升2000也不关你事 其实真的需要多些耐性 反而嘉宁物楼上市之后 走势比较活 最低限度是有波幅 有幅度给我们看到 至于华南城 老实说 其实现在这个股值 我觉得就慢高了 以现在来说 320亿市值 很可能真的要看看 业绩公布之后才再作决定 3-1 其实来说 我就比较保守 可不可以选152 你自己考虑一下 近期来说 一直在11.54到12.32之间走来走去 一个月的低位 都是11.22 简单来说 就算我现在买了 做一些风险管理 跌穿11元 止蝕 我都是承担几毫子的风险 相反来说 一旦涌上去 突破12.42 流上 就是一年的新高 三只选一只 我建议是152 深圳国际 可以吗?五小姐 好 多谢你的电话查询 希望得到帮到她 和大家顺便跟进一下 整个物流版块的最新表现 好 见到家里物流 现在升超过1% 做12.58 中外云跌超过4% 见到现价来说 做5.6 至于华南城跌6 做4.05 深圳国际 现在跌4 做11.6 郭Sir 不如跟进多一点 问一下5.98 最近股价波动得比较大 5.98的中外云 暂时跌超过4% 自从她的附属公司 传有关的负面消息之后 见到股价虽然和倍升上来 但表现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好 现在都马上要回落 应该怎么看这只股份 由航运股转物流股 其实前景看不看好? 物流的市场其实需求很大 如果看回物流的业务前景 我当然不会看淡 至于早前一些新闻报道 带起的效应就很负面 股价很短时间之后 可以急由六个多跌到四个二号 其实都很惊吓 一只股份 有时会有些负面的消息 新闻出来 不足为奇 但断股也不是一个日或一日之内 能够急跌这么多 如果一些持货者 一些稳健的持货者 作一个中线的部署 遇到这样的跌势出来 不知是什么事 只蝕好还是不只蝕好呢 如果不只蝕 五元不只蝕 跌下多些 跌下多些 可能去到四个三四个四个时 一下怕起来 没办法了 都是先走了 谁知道摸着最低位来沽 这里中间带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对于一些短炒的人士 你当然是设止蝕位 对一些中线投资的投资者 是否应该订低一个止蝕位 或者订低止蝕位 需不需要执行 有时真的很难划清界定 我用例子来说 例如你六元买 你的止蝕位放在五个四 要摸十个巴仙 跌穿五个四 你走不走呢 不走 五元失手 再不走 四个巴仙 断股 你都没有想到一个稳健的投资 可以在一个短时期之内 不见成20% 也不定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一定是一分 cheddar измен 最惨是不同事 发生什么事 之后虽然股价升回来 但已经 害怕了一场 我说了这么多只是带出一件事 物流的基本业务我是看好的 但是股价因为有某种原因受到追击而出现的下跌 老实说我对他的信心已经打了折扣 简单说 如果你股价够硬 就算有什么坏消息出来 你是会反复回忆 但你不至于一天一跌就跌几十个百分比 暂时的股价 大跌之后 始终有个技术上是后抽 但抽升过后 你要回复好像早前的势头 势头不断上升 投资情绪不断高涨 我想那一刻已经是过了 最低行动你要给一段时期 投资者慢慢回复信心 不过 真是说自己物流那一块 整个大环境大气候 前景是看好的 讲完物流的版块之后 和郭sir讲一下豪赌股的版块 见到今天来说 两者大的好像 银鱼和金沙拉 都稍为做得好一点 主要都是讲 澳门连接内地的口岸 延长了通关的时间 这个环境的口岸 将会在12月18号起 实施24小时通关 不少大航都认为 这个新措施 能够吸引更多的内地旅客 去到路灯 见到相关的豪赌股都升了上例 银鱼方面 这一刻都升超过 责任百分之4 做到52.4 其实之前来说 利淡消息不少的 这个豪赌版块 虽然说今天有点利好的因素 但是整体来说 郭sir你觉得有没有冲敬 老实说 大气候 就很难 很难 即刻会回复 不过最坏的一刻 我想可能已经过了 大家都知道 一直以来 博彩税收持续 都是稳步上升 但之后 内地反贪反腐之下 其实一众贵宾厅的业务 已经大不如前 幸好 中场业务仍然走得相当好 换句话来说 增长势头是放慢 但始终整个博彩业务 仍然有一个 稳定的 逐步发展 当然 以往的势头是 不断的增长 令到相关的股份 整个板块 不断向上 创新高 但之后增长势头 放慢了 技术上的表现 一定是偏远 现在这一分钟 像银鱼那样 由84.5%跌到42.9% 跌了足足50% 由低位回来 暂时去到56.2% 有点止暴 不过不要忘记 42.9%去到56.2% 是20% 急升20%之后 有点反复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问我 博彩业务的前景如何 就会忠诚一点 最坏的那一刻 应该已经过了 但还有一个隐忧 是什么呢 如果你一直发展 伸场 当然有个冲劲 不过 劳工成本 始终来说 亦是一个问题 澳门是限制外劳输入 你想想 你一直开始伸场 酒店热的员工 赌厅的员工 你都不断需求 你没有外劳 你唯有在市场上找 或者 在对手楼挖角 你挖我时 我挖你 变成大家都给多些钱 你变成了 营运成本 就会上升 这个始终是一个隐忧 尤其是 迟些 再有更加多的 新墙落成 如果你说 不输入外劳 老实说 单单看现在 这个环境的气候 博彩业的员工 的成本 将会不断上升 这个是多多少少 会有些隐忧 暂时来说 看法是这样 好 谢谢郭先生 长远的分析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大家不要走开 因为稍后 郭先生会跟我们做五间总结 讲讲 对于大事方面 以及个别高分的 移动表演 总结一下 上周方面的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继续有五间总结